最近是真子丹55岁的生日,真子丹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与女儿互动的照片,画面十分的温馨,让人羡慕不已。 真子丹和女儿看起来年龄差距并不大,事实上真子丹的女儿才14岁,而真子丹里自己的女儿大41岁。 但是真子丹看起来依旧非常的年轻,55岁的年纪对一般人来说,都已经当爷爷了,同是55岁功夫巨星。 真子丹四少年里连接四爷爷,他全轮为98歌手,1963年出生的真子丹,从小学习武术,为他打扎好优良的传统武术根基。 因在回美国途中,途经香港,被人介绍与导演员和平见面,从此开启了演艺生涯。 在1984年主演的《笑太极》,让他一夜成名,2016年3月4日,真子丹主演的3D功夫电影《夜晚三》在国内上映,掀起了一阵功夫热潮,让他鸣声大噪。 如今55岁的他将继续出演《夜晚四》,真是让人期待不已,同是55岁功夫巨星,真子丹四少年里连接四爷爷,他全轮为98歌手同样适合真子丹。 成龙并称为中国的三大五大明星之一的李连杰,同样是55周岁,李连杰却显得要老很多,看起来像一个80岁的老大爷,两兵八戴,身心勾勞,最近几年,受甲状线抗线困扰的他,不仅身体发胖,而且衰老的速度也比一般人快,同是55岁功夫巨星。 真子丹四少年里连接四爷爷,他却轮为98歌手曾经阳光,帅气,硬朗的功夫皇帝,在病痛的折磨下,变得这般帅老憔悴了。 实在让不少影迷心三敌酸,唏嘘不已,虽然英雄已经老去,但是他曾经拍过的无数经典的功夫电影,依然存在我们的记忆中。 让我们一起祝福李连接早日康复吧,同是55岁功夫巨星,真子丹四少年里连接四爷爷,他却轮为98歌手,还有一位55岁的功夫巨星,墨尚聪,因出演徐克指导的武侠剧,黄飞红之二男儿当字腔里梁宽逆角而受到广泛关注。 这位风度偏偏的大演帅哥,他演过非常多的舞蹈片,获得过无数次金马奖提名,同是55岁功夫巨星,真子丹四少年里连接四爷爷,他却轮为98歌手。 1999年,墨尚聪与红心因戏生情,三年的恋爱交往中,红心意外未婚生子,而墨尚聪却抛弃他们母子,不承认墨岗莲是他的亲生儿子,无奈到红心只能带着墨岗莲北上发展,却没想到与张丹丰因戏生情,二人最终走到了一起。 如今的红心在张丹丰的保护之下,红心过得十分的幸福,儿子墨岗莲也改名为张浩峰,甚至不承认墨绍聪这个亲生父亲,同是55岁功夫巨星。 真子丹四少年里连接四爷爷,他却沦为98歌手墨绍聪,在内地业仪实业发展并不顺利,在聚会上经朋友介绍墨绍聪认识了孙云岭,性格之上的孙云岭主动与他交往,两人逐渐产生恋情。 同年8月他娶了女友孙云岭并生下女儿墨池燕,然,而两人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一年就申购失败,为了能给女儿更好的生活,55岁的墨绍聪只能重出江湖。 近日,有网友在酒吧看到墨绍聪在台上唱歌演出,年过半百的墨绍聪敬谢老太,曾经风光无限带功夫明星,熟记轮为酒吧歌手,实在可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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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